妳好 這些星座禮婚率搞到嚇死人 我們處女座是 習慣把事情處理得很完美 處理座會把自己的壓力 加在別人身上 然後那不是壓力 對 他明明就對不會講話的數目 對 對 我很壓力 但我老公完全不能沒有我 你只要 其實我們… 你只要摸 我都可以敲他一下 你上去 嘴 轉角 沒錯 其實是有殺手 射手座的本質就是無拘無束 愛好自由 老公一打電話他就生氣 他就覺得還要 為什麼要管我 我有個朋友射手座每年 情人節都是來我們家 跟我們一起過 他都不跟他的另外一半做 真的 你們說我們射手 愛好自由 可是其實像我在婚姻裡 我改過 我真的是不一樣的 我婚前 妳也承認妳婚前 來 請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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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座天師 謝謝 憲哥還有Sandy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久不見了 再次來分析星座的相對論 什麼好久不見 好久成亡底 我們這個星座的主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星座嘛 你自己的拿出來看看好不好 這個是普世價值 是 為什麼 因為它是經過多年的一個概率 統計學 一個大數據 大數據 對不對 什麼星座在哪個月 然後設入哪一個宮裡面 然後你就代表那個星座 其實這是歐美流行過來的 這星座學 沒錯… 可是我們應用了在人的數據上面 更能夠確定這個數據是很正確 實事求是 因為數據是有比較的嘛 今天這一題大家都很相關耶 好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願意來耶 是… 請問一下 離婚率最高的星座 那個 當然我們現場有一些是過來人 你就過來人啊 你他媽 雙魚… 雙魚座 雙魚座 今天跟簡哥一起的 其他有沒有 不好意思 這個不禮貌 但有沒有已經離過了 有經驗的 像薩基努是策劃中 沒有 不能講 現場根本都沒有是不是 不能講啦 沒有… 簡哥…這邊都沒有嘛 沒有耶 沒有… 沒有啦 沒有是不是 人家才剛結婚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危機的 沒有 他們是 有也不會承認好不好 誰會承認 一切都很好 來 直接預測 各位 就他們因為不一樣了 12個星座對不對 他們認為哪一個星座 是最有可能會離婚的 請揭曉 來看一下他們的預測 射手 處女 雙魚座 天蠍水瓶 射手 射手 天蠍座 羽摩羯 來 統計一下 好 來… 射手座 處女座三票 有三個 等於是一起位居第一第二名 然後直接跳第三名了 就是天蠍座 沒有天秤座耶 天蠍座 天蠍座 天秤座 你選天秤座 憲哥既然講的話 我們就來觀測一下天秤座 為什麼他不會離婚好不好 天秤座是面面俱到的星座 哪怕他陷入三角戀情的時候 他永遠是受害人的知識 誰陷入三角戀情 就算別人要指責他 他也說那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方說那你去跟他解決嗎 不要…你就去跟他講 看你們兩個要怎麼解決 所以說他永遠處在不敗之地 所以說天秤座沒有離婚的問題 但換句話說 他說也就是不敢承擔責任 不認 打死不認的心 耳朵又會講 天秤座男女都一樣 我跟你講 郭哥 你講這個 我們直球對決 我們多替Carroll姐擔心啊 不是 我跟你講 天秤座怎麼跟你講 你不要看他 他好像很博愛對不對 好 面面俱到對不對 對 可是我跟你講他是很有責任感的喔 有責任感並不代表不負責任 跟專一無關 對不對 跟專一無關嗎 有責任感不代表不責任 對啊 每個家庭都教務得很好就對了 那…我問 那我問一下 幹哥 原來星座的結婚得來這麼刺激 你在這個婚姻裡面 如果對方真的壓得你喘不過氣來 你會選擇離婚嗎 你敢提出來嗎 你敢嗎 你不敢啊 幹哥…上次才被我們揭曉了 我還是不會 那就對了嘛 幹哥…你連點滴都在打 對 不要再逼幹哥 幹哥你差我了 但是我一定會尊尊教誨 天秤座還是可以包容 幹哥慢慢講 你這個手的血飆出來的 對 手在流血了啦 水滴流了 然後我覺得簡哥要講一下 因為現場唯一有離婚經驗的 就是郭哥嘛 他剛好就是雙語座 對… 而且我還剛好 我跟簡哥的是同月同日生 不是你們的生日快 所以這之間 我絕對不敢結交天蠍座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都到過簡哥家裡嘛 是啊 對不對 簡哥那個日子怎麼過的 對啊 有一個管他這麼嚴的金牛座 那怎麼可能能夠有什麼 對 簡哥好表 那就是雙魚座的特色 怎麼說 雙魚啊 他們講說魚就在水裡面會 悠游自得 是… 不是 他滑溜 滑溜溜溜的 我們對任何事情逆來順受 逆來順受 那麼辛苦 這是雙魚座最大車子 雖然他天馬行空 胡思亂想 想很多東西 自覺自己很浪漫對不對 不務正業 是 腳不踏實 講太多 講太多缺點 我跟妳講 我們不是要講優點嗎 他是天師 他會評判我們 我們先弄他再說 對啊 對不對 雙魚座離婚都是因為 它屬於叫做被動離婚 對不對 被動離婚 憲哥所謂的被動離婚 我再這樣再多加解釋一樣 因為雙魚座愛幻想 也有悲天憫人 過分仁慈的一個個性 所以說他常常會 你把自己修飾了 沒有… 想好花 常常在婚姻這個過程裡面 遇到了困難 他們會逃避問題 利用他自己的浪漫之名 來美化這個問題 卻忘了認清潛在的危險 說得好 所謂潛在的危險就是說 當你雙魚座 什麼都不願意講出來的時候 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到最後雙魚座就變成自閉沉默 然後這問題就越結越大 這個就是雙魚座 不斷的在逃避現實 不願意去逃避現實 所以憲哥你會不會是那種 那個突然間 爆炸的 不是 人家說閃婚嘛 你會不會是閃離的那種 小孩也大了 我就覺得像一個火山有沒有 你已經到火山口 我們兩個就是很像 就是像一個火山一樣 是… 悶著… 不願意去面對 然後很多話不願意 就是說醜話不願意講出來 怕去傷害到對方 而且很不喜歡家庭裡面 充滿了暴力 剛剛的票選裡面 好像選雙魚座的有沒有 只有GT 難怪你有話要說 因為我周圍我認識的朋友們 離婚的光雙魚座 現在又多一個 總共是3.5個 妳講的離婚的那個雙魚座 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都是男的 而且我覺得尤其是雙魚座的男生 妳的朋友是什麼星座的 男生都是雙魚座 那女生呢 女生有一些是牡羊 應該是火象居多對不對 對 因為雙魚座我剛剛講過 不願意面對現實 但是遇到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是一板一眼 要不要 去不去 清清楚楚 逼到沒辦法 沒有辦法 這幾個離婚的雙魚座男生 他們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沒辦法拒絕別人 以及他們都會 對女性朋友過度關心 以及拿不清楚那條界線 例如 妳這樣講也不對 因為只能講說雙魚座的女性的 女性 女性人特別好 你們講什麼 可以啊 養男狗 可以這麼說雙魚座本來叫 似水柔情嘛 是不是 還有人猜是那個天蠍的 好 第三名 天蠍 天蠍是誰說 天蠍 來… 家儀… 天蠍 我的天蠍的朋友比較大的狀況是 他們一談戀愛可能就一頭熱 對 對 然後一頭熱之後就覺得 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或者是你的 你是我的白馬王子 白雪公主 男的女的都有 也都是天蠍座 對 容易昏了頭就對了 就昏頭了 然後昏頭之後 可能就進入婚姻之後 就發現 好像我們在很多地方 其實沒有那麼合 可是他自己就會慢慢的冷靜… 可是天蠍座 一到冷靜的時候就很可怕 就完了… 對 然後對方就是 好像反正你也不瞭我 他的冷靜是到最後是完全的沉默 就…室友啊 就變室友 對 這兩票就是我跟家儀 你也是家儀 你也這樣覺得 為什麼你知道 我以前有個美髮師 她的姊姊 妳說她的姊姊 更遠了對不對 更遠了 等一下… 她跟一個天蠍座的男生交往 那個男生你知道已經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什麼地步 來 手機天天要按時拿來看 對 然後你報時間 你去哪裡 通通要報告 到最後你知道嗎 乾脆到你家樓下來站崗 天蠍座是在背地裡 需要控制另外一半的 對… 當這個接觸的時候 當然自然就不能夠相處在一起 天蠍座的人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不要做錯的事情 不然我絕對不會原諒你 你們講這麼多 有沒有考慮天蠍座的想法 不是…我想真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你們剛剛 對 你們剛剛講的那些 我覺得都是優點 都對 對啊 但是那些我覺得都是優點 全部都是優點 因為我覺得天蠍座的人 是這樣的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你說什麼控制慾很強 還是什麼就是會去給人家跟蹤 要報告什麼…的 那是因為擔心好不好 佔有慾 對 那是因為 對 或許你們… 你們不能夠接受 人會覺得那叫佔有慾 可是問題是 如果說我今天真的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我當然會希望說 他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安全的 其實我覺得你們想太負面了 男生安全沒問題 妳是擔心他一個 不是 就開車 出門你開車幹嘛的 然後就是這個點到那個 現在開車 妳突然間連續五通電話來查 電話 那才危險 不是 我跟你講 就是不是查情好不好 而且我現在已經有改了 突然承認 我們不能說天蠍座是在查情 我們只能說天蠍座是在監看 沒有監看 因為其實現在 因為其實現在我覺得 就是有很多的APP軟體 剛剛大家講這麼多 我前面是不是有穿西裝打領帶 還拚命點頭 因為他自己也是天蠍座好不好 你們兩個天蠍啊 對啊 所以我才會講說 老公兩個互相監看就對了 太合了… 所以我才會講說其實是還好 因為這個會變成是一個優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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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好不好 真的 那天蠍跟天蠍到底合不合 這個講到重點了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天蠍跟天蠍 我們有三個字來形容 叫做疊對疊 對 真的 這麼好 好適合 為什麼疊對疊呢 這要講到天蠍座的本質是神秘的 對 是讓人家很難猜透的 對 而且是12個星座裡面 最把心事放在心裡面 心裡面的心裡面的心裡面 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天蠍座有一個心事 是自己的鑰匙都不會打開去探索 沒有 自己都沒有鑰匙 就把它鎖在裡面 對… 打到進棺材 他都不會講給對方聽 帶到棺材裡去 大家不要忘記 天蠍座在婚姻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叫做驚人的意志力 會憑藉自己的意志 保持這個婚姻而不離婚 他就歷經再多的風暴 他都有這個控制的能力 除非對方真的讓他受不了 你現在講的是俗勝是不是 所以真的… 不是… 我都在講天蠍座裡面的 婚姻的過程裡面 來 我們看一下 專家的第三名好不好 來… 好 1 2 3 雙魚座 水瓶座寫少離婚原因 星座大師突破猛點 大家都在預測哪個 星座離婚率最高 為什麼沒有人講到水瓶座呢 因為她的樣本數不高 他們很難投入婚姻 沒有結婚就是因為很少結婚 對啊 水瓶座很自我 難入自私 我媽也是水瓶座的 你媽也離婚 對 水瓶座很少結婚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星所得比較緊 人一定要看到很精準 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很厲害 我說那個妹妹就是水瓶座 她是那邊沒有緊張 妹妹就是水瓶座 神經病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專家的第三名好不好 來… 1 2 3 雙魚座 你看 這不就是承認了 字表耶 字表… 我覺得雙魚座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遇到問題他會逃避問題 選擇逃避 用浪漫的民視來美化這個問題 卻看不清楚潛在的問題 你講得 講得讓簡哥的表情好嚴重 他講得很好啊 講得很好 因為他講的就是我想要講的 真的你就想要講 對啊 他今天是我的代言人 那你不如今天你就 乾脆不土不快了啦 小孩都大了 我沒有不快 他講得結巴… 結巴好嚴重喔 忍了40年了 但… 我跟你講 雙魚座就是有這一點 所以說他為什麼會是第三名 我都覺得懷疑 雙魚座要離婚不容易 不容易 就雙魚嘛 你看一隻魚 魚的眼睛是不是長在兩側 所以對事情的正面看不清楚 對事情的正面看不清楚 但是對周遭的事物 看得卻一清二楚 所以說別人注意的事情 魚不注意 魚注意的事情別人不在乎 所以說在這邊 永遠撞到重點的意思 在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看不清楚事實的時候 寧可選擇那種醜陋的答案 而不願意去面對現實 這就是雙魚座在婚姻過程中間 最遇到最大的困難 難怪是天使 對方需要你回答 需要你有基礎的話 你不回答 這個問題就日積越來越節越深 到最後就不可 我覺得是說看你的對象 看對象 對象如果是咄咄逼人的話 雙魚座就算得通 然後第二名是哪一個 第二名… 1 2 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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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妳們完全不一樣耶 沒有人 你看 沒有人 沒有人 但是我在 就是他們在問我的時候 我有提到雙子這一個 妳有提到為什麼 我其實會提雙子 是因為雙子它就是變來變去 譬如說婚姻可能就是 每天都是差不多的生活 可是這種東西 就是對雙子而言很難受 因為像我認識幾個 雙子座的朋友 他們在交往的期間 三個月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三個月是正要邁入穩定對不對 可是對雙子而言三個月 他已經膩了 膩了 他已經不行了 他覺得三個月已經 他才一輩子了 他交女朋友就是一直換 可是你問他為什麼 水瓶座也是喜歡 一直換 對 一直換 沒有啦 水瓶座超沒有的 全世界最聰明的星座 什麼星座 水瓶座 沒有啦 妳問他一萬元 不是這樣講 不是 我覺得 你們是因為不夠了解水瓶座 水瓶座真的很難瞭解 沒有人要瞭解 水瓶座也很難瞭解 水瓶座 我是轉過來才看到妳在那裡 我嚇一跳 憲哥 怎麼根本是在那裡 我先講一句 就是因為大家每個星座 都在預測哪個星座離婚率最高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講到水瓶座 因為他的樣本數不高 有啊 我 他們很難投入婚姻 真的 很難投入婚姻 很難投入婚姻 他們愛好自由 人道主義的精神 而且這個 沒有離婚的就是因為很少結婚 對啊 這樣本數不高 水瓶座的確滿難投入婚姻的 可是我是預測水瓶座的 你是預測水瓶座 因為我自己身邊 就是有幾個朋友水瓶座都離婚 但你的… 你的說法我們不以猜線 為什麼 只有你一個猜是水瓶座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自己 我媽也是水瓶座的 我媽也離婚 你媽也離婚 對 連我都覺得我媽該離婚 不是 對 離得好 我彌陀佛 因為她自己 她自己都跟我講說 我離婚以後好快樂喔 因為她們就是 束縛 水瓶座很自我的人 其實好聽是自我 難聽就是自私 比較容易有偏執 對 她自己認為是對的部分 對 她就一直往同一個方向 而且水瓶座的人很多都很自戀 就是我一個水瓶座的男生朋友 她的老婆就給她一句話 她說我永遠只能在你照鏡子的 每一個空隙之間 你才只有在那空隙偶爾會看到我 對 水瓶座 沒有 因為我老公是擠不進我的空隙 因為我老公那個身材太大隻了 但是我覺得 你眼中完全沒有 沒你老公 不是 是 剛剛大家說水瓶座很少結婚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心鎖得比較緊 我們就是看人一定要看到很精準 就是真的是覺得 沒有這件事 水瓶座說看人要看到很精準 我說那個妹妹 我雙胞胎妹妹就是水瓶座 妳們水瓶座 妳們水瓶座 妹妹當然是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永遠自以為大家 不以為然的事 對 不是 那是事實說 妳看他奇不奇怪 說我雙胞胎妹妹就是水瓶座 廢話 我妹跟她的現任老公在一起總共開 我水瓶座的妹妹就是我的雙胞胎 現任老公 沒有前任 對 他們… 我妹跟她老公交往12年 然後結婚 現在就是也是大概5 6年 就將近20年 然後我跟我老公 我一直就是我超能忍的耶 我老公超怪異的 我老公是巨蟹座 也是… 被怪人講怪 真的 有巨蟹座 巨蟹座老公是巨蟹的 我老公也是巨蟹 巨蟹座就是看似好男人 但是他們有一些奇怪的夢 對 有一些奇怪的夢 會特別的就是不讓步 像我老公他就是號稱他是3C達人 所以他在家裡會充滿 把他的房間 把我們家全部弄成3C的就是擺飾 還有那種公仔什麼什麼的 像電腦展一樣 對 像電腦展 沒錯 或電玩展 我其實以前是不看這些 我也不喜歡 我是很務實的 妳就想搬出去對不對 對 我超想搬出去 然後他逛街的時候 我真的都是超不想陪他 因為我媽就是這樣 好 所以妳現在就在暗示她以後 我已經知道了 讓她孝遠妳一一叫媽好了 十歲就離家了我 我媽真的她就是 她現在交了一個男朋友 好不容易 到了晚年 我們都認為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有個伴的 覺得可以有個伴的 我跟我姐都覺得 年紀這麼大 伴個說妳很有趣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叔叔也覺得 我真的很願意就是跟她在一起 照顧她 一輩子 反正一輩子也差不多了嘛 所以 所以 我媽就是 快到鏡頭裡 我媽就是怎麼樣都不要喔 我媽就說不要 不要結婚 我覺得我們現在男女朋友很快樂 對啊 妳住妳家 我住我家 妳沒事不要來我家這樣 表示…她 表示那個人 可能還沒有到達水平 做就是認可的標準 因為那個叔叔家的擺設 她不喜歡 就像剛剛一一講這些 只是因為擺設不喜歡 對 3C的那個她不喜歡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 我就得要人我老公說 等人 他自己也決定離婚 他們說我家裡 我後來就是 為了我老公 我把家裡買了幾十台的扭蛋機 你看 好無聊喔 對啊 你為什麼不讓她出去啊 沒有 她老公很難配合她 只有水素啊 是不是 對 真的 所以我們 我們也是得忍 對 我們就是很能忍 得忍… 對 不要再說很能力高了 雙子座怎麼辦 雙子座 我覺得雙子座 我承認 雙子座有剛剛大家講的 那麼多的缺點 比如說三分鐘熱度 或是建議撕切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雙子座 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它不容易定下來 一旦它定下來之後 它其實是非常專業的 對 現在雙子座有一個特質 就是它對家人很好 它很愛家人 一旦有確定 它認同是自己的家人之後 它會非常愛家人 其他婚前的一切 其實一切都過往遠 真的 我有一個雙子座朋友 跟我一樣年紀大 他一定… 他一定是二十歲就結婚 他一定是二十歲就結婚 你到底有在計時他也斷掉 可是我們是真的 他老年就是他 What is wrong with you 他現在這個年紀 他最後一年就定下來了 二十結二十一禮 二十二結二十三禮 就到第五次終於定下來了 對 終於定下來了 我現在有定下來 終於習慣了 你應該叫他五十歲再結婚 像我一樣好不好 搞不好 他就不會有離婚紀錄 太可怕了吧 對 來… 接著下來 就是我們的第一名 但是是預測的第一名 對 預測的第一名 就是什麼呢 處女座 處女座龜毛難相處 余皓然親接使用說明書 處女座的人他們就是 很容易會讓對方受不了 我們處女座是 習慣把事情處理得很完美 處女座會把自己的壓力 加在別人身上 那不是壓力 難怪他明明就不會 講話的數目 如果有多高就把他躲高 但我老公完全不能沒有我 你只要繃上耳朵 其實我… 你只要繃上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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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的第一名就是什麼呢 處女座 來 剛剛是咪咪 俗盛選擇是處女座 就妳鄰居講一下 我覺得處女座的人就是這樣 等一下…我結婚23年了 對啊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不是常常講說 如果進入婚姻之後 然後會導致於就離婚的話 都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小事 去累積 一直…這樣子發生 生活小事才是婚姻的大事 對… 真正就是這樣 就是處女座的人 他們就是對生活就是很龜毛 就是他譬如說還有潔癖 完美… 好啦…不管 反正就是說會 很容易會讓對方就是受不了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真的很誇張 他就叫他老公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 就是所有事情都要按表超客氣 對 就比如說他早上幾點起床 要規定好 天啊 那中間也太辛苦了吧 先刷牙還是先洗臉 然後牙刷怎麼擺 然後毛巾怎麼放 這個東西 反正就是都一定要弄好好的 然後潔癖超嚴重的 他們家一樓二樓三樓 進門拖鞋 一樓一個拖鞋 上二樓再拖鞋 再換另外一個拖鞋 三樓再換 就是這樣子 陽台有陽台拖 浴室有浴室拖 反正就是一成不染就對了 什麼東西都是弄得乾乾淨淨 而且就是你跟她約 平常跟她約出門 比如說你要跟她約吃晚餐 你絕對要跟她講說 我們約1點喔 然後晚上6點 她就會準時出現 就是你一定要 UV這麼長的時間給她 結果她有一次吃撒西米 穿一件白襯衫 然後那個醬油不小心噴在身上 噴到 一噴 馬上擺下來 我要回家好了 她就是這樣子 她要回家換衣服 然後再回去 又是三四個小時才出門 這強迫症了吧 對 我也覺得她有 但是就是那個處女座 我實在是 因為她跟我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是我就在想說 這麼好的朋友 我跟她在一起 我都已經壓力很大 如果說是她的老公還是只她跟她 那還得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不曉得啦 反正 我不會回家 對… 剛剛講那應該是生病的處女 對 強迫症的處女 來…皓然 我們是習慣把所有事情 都處理得很完美 可是你知道我們有優點 像我現在在外面 我在工作 如果我老公或我兒子或我女兒 隨時打電話來 問我哪一樣東西放在哪裡 我可以馬上跟她說 老公你走進房間 電視機下面第二個抽屜打開 處女座 有條不問 對 可是你不覺得 家裡有這樣的一個媽媽很好嗎 還滿精準的 我們把老公拍照 其實家裡有這樣的一個 打掃阿姨就夠了 不一定 打掃阿姨不會陪上床 也是… 對 但阿姨不會陪上床 對 而且我們處女座是 上得… 出得了聽堂 敬得了厨房 對 沒錯 我們都會把自己弄得很好 我們不但要求老公 自己也會把自己弄得很好 很體面 對 你看老公多開心 其實娶了我們真的很棒 是 其實我們… 只要摸上耳朵 我們來敲她一下 因為… 因為我選也是去 也是預測處女座 對… 處女座真的有很多優點 有那追求完美 做事有條不問的確都是 內褲都折到像豆干 但是我跟你講 你只要比… 處女座有相當程度的吹毛求疵 對 就像剛剛淑珊講那個例子 因為我為什麼對處女座 這麼了解 因為我父親就是處女座 我跟她生活了二三次 沒有辦法溝通 對 她那個思想是從年輕到老 都不會改變 跟蹭地戶 她對自己要求很嚴格 對 但是她對別人 絕對不是寬以待人 她是會把自己的壓力 加在別人身上 然後那不是壓力 這個性格上可能在 那是我要求自己 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樣好 當朋友是優點 但是在家庭當中 就容易引起家裡的一些 吵架啦 不會… 你只要蒙上耳朵病 對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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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他明明就對 不會講話的數目 對 很多處女座 憲哥我說實話好不好 我老公雖然有點壓力 但我老公完全不能沒有我 因為他只要一開口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所有東西弄 甚至他說明天早上吃什麼 我晚上11點 馬上揉麵糰烤麵包 這麼好 對啊 你為他 我每天都在做 因為是巨蟹座 我們不是要安全感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你們這些男人很奇怪 老婆一個女人又不拿你薪水 把家裡弄得這麼好 你只要閉上 走心了… 閉上眼睛 然後就有人把你家裡料理得這麼好 憲哥 這是不是擦槍走火了 對 我覺得我建議一下王中平 你叫他瘋耳朵 他會不會跟你講 你能不能閉上你的嘴這樣 所以 憲哥 所以這就是處女座一個特性 他非常的碎唸 對 要替處女座說句話 你知道因為我們做了處女座 就是會不斷的提醒你 一而再 做而三的提醒我 我們沒有一個宣洩的出口會憂鬱症 是… 但是我們其實講出去之後 就沒事了 所以你只要聽我睡唸那一下下 你忍住 對… 你不是一下下 你是一天大概有12個小時會唸 沒有…唸一輩 我覺得還好是王中平能忍 12個小時會隨得結婚年齡越久 會唸得越少 只要知道為什麼王中平那個臉 看起來很固執 每天都很愁 一眼愁人愁容 而且出門會有問題 對…我這邊… 幫處女座平反一下 平反… 我覺得星座展現出來的特性 每一個人都有 大家可能忘了 處女座其實在婚姻的過程中間 是把對方的事業當生命在照顧 就是 大家可能是忘記了這一點 大家會覺得說她很唠叨 她覺得事情太多 尤其處女座對於火象星座來講的話 根本是一刻不能容忍的 因為火象星座 我以前有講過處女座 可能做事的原則1到10項 火象的星座 這個牡羊 柿子 射手 大概聽到5啦 6啦 就好了 我們趕快去做吧 受不了了 6 7 8 9 10 你自己去想吧 但是問題處女座的人呢 如果對方不做 他會把它拿回來自己做 所以說苦了別人 又苦了自己的星座 這是屬於一個勞碌命的一個星座 但是處女座並沒有 不跑配對的星座 像剛剛你看天蠍座 雙子座 都適合處女座 不適合處女座 因為一個變動星座 一個天蠍座 也是自我想要控制對方 不希望處女座那樣的 潔癖的個性來影響到 我往前的方向 為什麼射手座也認為是處女座 射手座 除了潔癖外 他們感情上也很大的潔癖 感情上 因為我有一對朋友 她是就是剛離婚的處女座 然後他們 她是那種不能容忍對方 只要提到前女友或是前任 然後去過的什麼國家 她都不能接受 就是在那種感情裡 不能有這個 不要提啊 她已經提過了 她已經提過 她知道了 可能在提的過程中 非常的眉飛色舞 處女座覺得說不能再提到這個 連去那種餐廳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她 不是 代表妳心裡還有她 妳才會提到她 沒有 可能大家只是無意間聊 話題閒聊 中平有犯過同樣類似的錯嗎 好可怕 我老公剛結婚的時候 我們曾經坐在車上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婆 我們去吃哪裡 那一家米粉湯 我們很愛吃的 妳就說 她不行 妳什麼時候吃過這一家的米粉湯 然後我就 沒有 跟誰來的 處女座很冷靜 我就跟她說 就是那種怎麼開車 Solo走了 好可怕 她說 她開到安全島這樣 她說是跟你啊 我說我沒吃過 我的 是Monica 我說你跟誰吃過的 她就冷靜囉 然後要不然就是剛結婚之後 她會說這部電影看很多次 我說 我沒看過 好可怕 對 好可怕 她冷靜淡潔疤 對 所以從此之後 我只要看到任何電影 看到任何麵攤 我就說 那一件我們有沒有吃過 她說沒有… 沒有吃 怎麼樣都 都沒有了 終於學乖了 我說這部電影之後 真的會進去 我是不是有跟妳看過 沒有…我沒有看過 其實王中平太傻了 處女座是要再三的驗證 妳講過一次 在她的數據裡面 並不會覺得說 妳好像有在懷念以前 如果妳再出現第二次第三次 她才會採取行動 這是處女座的標準的做事的原則 沒那麼瘋啊 所以如果她講錯兩次 我就會探聽說 妳還有跟前任在路上碰到過嗎 對 所以說王中平很聰明嘛 就是只有講過一次 以後都不去了… 妳回答妳要肯定的一次就好 妳不要回答三次以上 不要 有沒有 沒有 就OK 妳不要 沒有… 沒有… 對 對 那這樣是不行的 劇界座很喜歡這樣 我們家弟弟就是啊 對… 弟弟你這次考試 是不是只有考8分 沒有… 因為有 就是有 就是有 OK 所以這個 這個是那個 雙子座 我們猜處女座 處女座 但是答案是雙子座 OK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第一名的 好不好 這是專家的第一名 1 2 3 沒錯 是受手座 受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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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手座的本質就是無拘無束 愛好自由 一打電話他就生氣 他就覺得你為什麼要管我 我有個朋友 射手座每年情人節 都是來我們家跟我們一起過 超困難的 他都不跟他的另外一派過 真的嗎 不然你們說我們射手 愛好自由 可是其實像我在婚姻裡我改過 我真的是不一樣耶 我婚前… 妳也承認妳婚前 專家的第一名 1 2 3 沒錯 就是受手座 受手座 就是了 受手座的實驗隊 我也投他 真的 堆人大家都預測 射手… 真的… 我們配合度 我們是配合度很高的星座耶 射手座基本上 就不適合情人婚 對 天啊 談情說愛 交朋友 OK 這是人生最大的 最有優勢 我有個朋友 射手座真的每年的那個情人節 都是來我們家跟我們一起過 超困擾的 他都不跟他的另外一半過 真的 因為他的另外一半都會說 你為什麼情人節不來跟我過 然後射手座就會更生氣 射手座就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管我 然後他就 所以他就不想要跟他另外一半過 就是變成每年都來跟我們家過 好詭異喔 真的 射手座就是這麼詭異 聽說射手座很容易手滑 手滑 對 手滑 亂買東西 亂買東西 看到網路看的手滑 因為我們腦波比較弱啦 腦波很弱 腦波耳根都很弱 對 然後你看 天啊…他答對 對 而且我跟你說憲哥最可怕的是 他腦波弱 他買了嘛 對不對 他會一直買一樣的東西 他忘記他買過 射手座就是這種人 好可怕 這個鍋子看起來怎麼這麼厲害 就買了 然後買了之後他忘記他買了 還沒拆封 對 他沒有拆 然後他又買了 一直買一樣的東西 我會投射手的原因 是因為我身邊有很多的 男生射手座 他們就是婚前跟婚後 一模模一樣樣 婚前怎麼玩 婚後一樣這樣子玩 不一樣那才可怕吧 沒有…所謂的一模一樣 就是說譬如說 有些男生他會收心 譬如說以前可能玩五天 我現在結婚了不一樣 可能我玩兩天 對…可是他是那種就是 射手座就是他太愛好自由了 他並沒有在這一點上面改變 所以他依然像他婚前一樣 就是朋友找他就出去 他把朋友放得很重 射手座會這樣嘛 難怪並列一二名 但他等有小孩不就吵翻天了 沒錯 然後所以我這個朋友 他就頭很大 他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結婚了 你不能再這樣子出來玩 然後 不是我 不是… 你這個朋友有頭 又不是… 有我這麼大人 有吧 你想… 小一點… 有… 你最近瘦啦 瘦到腦 不是 什麼 因為最近都很燒腦 所以他老婆就很生氣就會跟他吵架 然後常常就會跟他 就打電話找他 一打電話他就生氣了 他就覺得你為什麼要管我 為什麼要查我 他不能被約束 他不能被約束 然後又太喜歡出去玩 然後朋友只要一叫他就出去 他覺得男人的面子很重要 婚前婚 對 婚前婚 而且他自由到什麼程度 我們傻眼 就是他連他起床 他老婆在等他吃飯 他大哥就走出門 然後他老婆以為他去拿東西 還是去便利商店 然後他再回來的時候 他說 他就自己出來 自己出來 自己回來 他怎麼會這樣 他老婆傻眼 他老婆說 你剛剛去哪裡了這樣 我在等你吃飯 他說你等我幹嘛 我已經吃飽了 他說你…你吃飯也沒救我一下 對 然後他老婆就覺得 你怎麼這樣 然後他就跟他老婆說 他就跟他老婆說 吃飯也要等來等去 你不覺得很無聊 你餓了你就先吃 不用等我啊 射手呢 其實他們有一個病症是那個 失去自由恐懼症 然後而且他們愛面子的程度 其實也不會輸給獅子座 對 就是他們的自尊心 只是用比較更高明的手法 拿來去做而已 就像我有一個表哥嘛 他因為有了小孩 所以他必須得要結婚這件事情 他有打電話給我說 表弟子 那個結婚的生活是怎麼樣 然後我說就是大概 就是要幫小朋友換那種部 什麼都幹嘛 然後就聽到很多 然後還要幹嘛… 那我要衝浪那我怎麼辦 這生活就掛掉了 他會說… 他不會願意說 我因為結婚而降低我之前的 生活的品質 他必須得要維持在那個地方 就好比說我是抽60塊的菸 然後我今天因為孩子的尿布 我必須得要抽40塊的菸 這種他就不要 結果他想一想 好 他因為為了孩子然後去登記結婚 然後隔天他就離婚了 隔天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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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老婆氣到是 把小朋友就直接拿走 然後就丟了一張那個 離婚協議書 然後上面的條件 他全部 他全部都答應 只要給我自由 對 剪哥也選擇射手座耶 也是啊 他像剛剛講的這個算是 還有一些思慮 考慮對方 說得真好 真正的射手座 沒有考慮對方的 沒有考慮 收下去了 對 非常浪漫 他太老婆了 射手座是男生 三無錫… 你先收證… 我們講的都是男生 對啊 你已經生兩個了 任務完成 還可以怎麼 跟女射手很不一樣耶 是嗎 男生那女生有差的 男女有別 我是在碰過女射手 碰過的是男射手座 結果怎麼樣 你說剛剛這個還算輕正的 很浪漫 他在追求你的時候 你是根本擋不住的 就像丘比特 剪哥是在講飛哥嗎 飛哥… 對… 飛哥是射手座 飛哥是射手座 是… 真的嗎 好準喔 這個 怎麼說出來 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子 當空姐 一樣 你當空姐是不是 你要逃避我 我就追著你 他去當機師 沒有 他就是每天當機師 他就是把你的班機號 查出來 通通被你查出來以後 他就是每天 做這個航班 對 花錢買飛機票跟你到 他知道你到歐洲下來 一定會有幾天的休假 對… 你住哪一個飯店他都知道 都清一清了 他也把飯店也定了 探射吧 追成這個樣子 你 有哪一個女生可以抵擋得住 獵女怕蠶狼 這個蠶狼就是射手座呀 但是到手座為什麼會 你會覺得他容易離婚呢 又回到婚前 到手了就不一樣了 婚前跟婚後都一樣 婚後她還是很自我 因為她喜歡玩 風情萬種 對 風情萬種 對 妳擋不住她 那就是咪咪囉 風情萬種 來… 沒有 我覺得真的男女有別 雖然你們說我們射手座 喜歡 愛好 自由 送朋友 可是其實我覺得 像我在婚姻裡我改 我真的是不一樣的耶 我婚前 妳改過 不是 妳改過了嗎 不是 應該是說婚前 我很多異性朋友 就是都很好 我很好是那種稱兄道弟的哥們 可是不會怎麼樣 可是婚後我結婚 我真的是完全就是被我老公制約 就是會為了這段婚姻而改變 然後就變成完全沒有朋友耶 不值得 妳應該不是標準的射手座 他會改變妳自己 真的 我會為了婚姻改變 而且沒有像你們說 妳應該不是射手座 妳頂多是人頭馬座 人頭馬座 虛尼時 你也所謂 扮人馬座 但是妳沒有那個弓箭 沒有弓箭 對 可是沒有 因為我真的 那好吧 酒量 我跟妳講 我滴酒不沾 完全沒有辦法喝酒耶 還代言人頭馬 奇怪 他就是不能喝酒 所以才被七杯雙袋 才會騙啊 是不是 我們愛好自由 愛朋友 可是就是會為了家庭付出 不會像他們說的 對 這個要分析一下 因為大家剛剛都講說 射手座太愛好自由了對不對 沒錯 射手座的本質就是無拘無束 愛好自由 行動派的 可是我們常講說射手座常常會 還沒想到他就去做了 所以說動作比想得還快 所以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常常在婚姻裡面 見極旅極 對啊 但婚姻的過程中間 大家是不是要取得一個溝通跟信任 彼此信任我覺得射手座 是要達到這個共識 但是我剛剛有講到星座相對論 射手如果遇到水象星座的 就鐵定不合啊 天蠍 巨蠍 雙魚 每個都是把心事藏在心裡面的 然後這個射手座又是 外太空的一個人 然後水象星座通通是 撐藏在大海裡面的巨蠍 魚 蠍 不講話很難達到水平面的平衡 所以說外太空 聊到內子宮 你們拿的時候只要達到共識 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不是 我剛剛射手座 因為我太太是射手座 我就真的想問她 我說射手座 你OK啊 我剛剛就講到星座相對論 射手座真的有他們講那種特性 順便就伊正也提了這個問題 我也幫你做個解答 因為射手座無拘無束 雙子座愛變動的星座 其實我有一對朋友也是這樣的 但是是屬於雙子座 把射手座的當成小孩子看待 這樣就OK了 由雙子座來管轄這個射手座 對…因為射手座無拘無束 隨便到哪裡去玩 其實某個點還符合雙子座 變動的個性 對 當射手座 你如果不管的話 那我也不管 你不管我 我也不管你 不管你 互相放任有一個空間 對… 當你提供一個想法 說要去哪裡玩的時候 射手座馬上第一個喊好 是不是就符合雙子座的個性 我覺得現在反倒是 像我太太出去 他從來都不告訴我 他幾點鐘回來 正常我們都 尤其家裡有小孩子 不是 重點有小孩子 你會說我大概要帶回家 每個人可以有一些 可以做一些預期的時間 要做什麼事情 他出去之後 就像消失一樣 雙天回來 來不及幫小孩子穿衣服 沒有 我賣 但是還好雙子座也就是那種 我也不問你 也不會追蹤你 還是我還有一點其實 對 他們回來之後 我會讓你知道說 為什麼這麼晚回來 讓你知道 以後你應該要稍微報告一下 先用一種隱喻的方式去告訴他 你是藉著我們節目 在對夫人講 對… 真的 果然憲哥就是憲哥 風向星座彼此都瞭解 風向在傳達些什麼事 不是 因為我們也不容易 不想要跟對方吵架 我們是連吵架 都懶得吵的那種星座 對 就所以他們想要怎麼樣 我們就這樣 你少來了 身手座不是懶得吵好不好 吵到一半 他忘記剛剛講什麼 對不起 他已經忘了剛剛講什麼話題了 是魚啊 人家切斷節奏 他都吵不下去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會離婚嘛 就讓大家他們吵一吵 等一下… 憲哥 我聽不下去了 好啦 乾哥… 依正剛剛那樣講 我就是點頭 我跟你講 只要是我老婆Carol 就是標準的射手座 會不會你上完自己節目 回去真的離婚 射手座會再離婚喔 天真爛賣 依正說出去不報備的 你要報備 我不報備 射手座的人是不報備的 真的啊 他想到說 別人會回來 你不會啊 我說你… 天秤座怎麼啦 你以為我不懂天秤座 天秤座怎麼啦 我們只是忘了回來 你不要找這個 對嘛 一直逼別家的門 好朋友酒一喝回來幹嘛 對… 是不是啊 乾哥 射手座的女孩子 我跟你講她們真的是 像我老婆 其實她在正常狀態下 她就跟… 也就是結婚之前嘛 到現在也一樣啦 結婚後也一樣 這個只要喜宴的場合 她一定要當主人 她不是主人 她也要當主人 所有人都好啊 大家開心啊 愛家朋友耶 對 我招呼客人 那就公關比較好啊 IQ比較好 那很好耶 真的假分 我們看在眼裡 那多喝兩杯 整個人就變了 你知道 這個 嗨 Davy 我心裡就在想說 老公坐在你旁邊 你害個什麼David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跟你說 射手座是因為幫老公做面子給你 對 你不懂的 對啊 你以為我們愛喝啊 又不是貝哥啊 都沒有人講她巨蟹座 巨蟹座 結了婚過愛離了 都沒有人講她的巨蟹座 巨蟹座 巨蟹座 結了婚過愛離了 因為巨蟹座就是很能忍的 又愛家 尤其是有小孩的巨蟹座 因為他就是想要提供一個殼給孩子 所以就是他不會 不管對方 除非真的是 當然踩到底線就沒話講 對方 但是巨蟹座非常重視安全感 不要你的安全感這件事情 對 安全感沒有的話 巨蟹座離婚那是三崩地裂 對 就是走的比廢的還要快 因為你們的情緒影響你們的 影響你們的判斷 你們的判斷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對 以至造成對方不可彌補的過程 因為一輩子都會在最重要的時刻 做出錯誤判斷 所以說情緒控管很重要 巨蟹座的最大問題就是情緒 情緒來的時候就會判斷失準 情緒來整個判斷失準 金牛座也沒有人講 金牛座沒事 剛好我老婆就是巨蟹座 所以我們兩個不容易結婚 這樣不會算蒙糊糊嗎 死都不會一樣 金牛座為什麼不容易離婚 就是說金牛座 因為在先前交往的過程中 對方就已經知道你是一個 很小便宜 很穩定 耐性很足的一個星座 而且是自我為中心 比較折善固執的一個星座 在交往的過程中 已經知道你這個個性了 所以說一旦能夠跟你踏入婚姻的 其實都已經忍受你很久了 對 我老婆就會覺得肥胖沒什麼 就OK啦 對不對 金牛座絕對不會一開始 然後我們談了三個月就結婚 對 但是底細全部調查清清楚楚 你的個性跟我合不合 以後財產要不要共同志 還是個別人 對 真的… 因為金牛座很怕離婚之後 到底我的財產還要不要 歸於離婚的那一方 因為我們很愛錢 錢對我們很重要 保守我們 當我們把錢全部給他的時候 表示我們就全部相信了 對 可是反而牡羊跟獅子這兩個 活像的都沒事耶 牡羊跟獅子 因為為什麼牡羊跟獅子 比較沒事呢 因為牡羊已經 閃電就離婚了 所以說也很難去分析他 因為衝動嘛 三分鐘熱度嘛 當他離婚的時候 不願意人家再提起這樣的往事 對 因為再提起他會不承認 不承認 牡羊做不承認的方式 就是再去結一次婚 沒有… 永遠是永遠 沒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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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麻煩 獅子座不容易離婚 是因為獅子座要有面子的問題 當離婚了 糟告大家 以後人家怎麼看我 怎麼樣也要把他忍住 只要睜一眼 閉一眼 你的最後不是讓我知道 最後原因的那個人就好了 對 有沒有看到今天這個分析 我們有時候知己知彼 還可以百戰百勝對不對 好刺激喔 我跟你講 我剛剛在這樣觀察你們 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邊比如說 我們在講一個天秤座 這裡有另外一半天秤座 他會突然間動一下 真的… 他突然間會就這樣 會醒來 會清醒起來這樣 然後會講那個水瓶座 水瓶座 仔細聽 不錯… 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對 包括我們觀眾朋友一樣好不好 你另一口子是什麼 要順著毛摸 對啦 好好相處啦 婚姻是雙方面的事情嘛 你看他會哪裡有問題 人家也看你哪裡有問題 對 對 人非瞬間 希望你離婚快樂 好… 已經找到最好的 有啦… 為了最好的婚姻 不惜粉身碎骨 雙魚座…又來了 再一次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